上古符文异常的神奇 人们可能看见不会认识这是一个什么字 但就是有熟悉的感觉 而那符文的中央赫然就是我师父 这种符文之阵是道家阵法的基本知识 我当然也知道 在大家各自按方位做好以后 我呢也是找了一个对应的位置坐了下来 这种阵法不是布置型的阵法 而是合击阵法的一种 所谓合击并不一定是指组合起来打人什么的 有时候极多人之力于一人身上 也统称为合击阵法 而道家自古就有五行之术 金木水火土 皆因五行是再基本不过的术法 厉害一点 也不过是综合性的 变异性的五行法 就如雷 风 可这虽然是基本术法 但不同的应用需要的个人能力却是天差地别 最普通的应用 就如画一张火符 稍有功力的道士都能完成 这样的火符 只不过封印了一点个人的精神力 也在其中能勾动一点天地之火 就如烧僵尸的时候 加入一张火符 火势会变得更旺 因为蕴含了一点纯粹的天地之火 会把僵尸烧灭的更加彻底 但高级的直接凭空生火 引火而来 在百年前就已经无法有人能单独做到了 至少在这世间行走的道士 已经无法单独做到了 那些隐识不出的高人 那是无可揣测的 至于更高级 纯粹的引天火之术 那只有在传说才存在了 相对来说呀 因为雷原本就是掌管世间的刑罚之力 作为道士 反倒是更容易借力的一种自然之力 但是所引之雷 都和真正的天雷有巨大的差别 这是师父第一次在我面前施展大五行之术 可光凭他一个人呢 也绝对是无法完成的 只能借助众人之力 就如我在荒村借助大家的力量 用招魂帆招赵军之魂一般 坐定之后 我屏住了呼吸 精神力全集中在了师父的身上 不敢有丝毫的分神 在思维沉淀以后 我能感觉一种很奇妙的 不可捕捉的力量 就如同流水一般流向了师父的方向 天地在此刻仿佛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师父那一扬顿挫的行咒之声 和脚踏不刚的脚步声 随着师父行咒之声越来越快 我渐渐地感觉有些吃不消了 属于自己灵魂方面的那种玄傲的力量 仿佛被开了一个大口子 如绝地之水一般的朝着师父涌去 照这样下去 不出两分钟我就会被抽干 如同上次吃了兴奋剂 压榨了灵魂力量一般的晕倒 但师父的行咒很快就接近了尾声 随着不刚最后一步的落下 师父大喊了几声 风来 风来 四周很平静 血线鹅已经把我们彻底包围 可是风 风在哪里呢 我的心啊 一下子苦涩起来 我们已经陷入了血线鹅的包围 如果这风之术失败 在血线鹅的重重包围下 我们很有可能全军覆没 把希望寄在惠大爷和灵清奶奶那边 显然也不现实 毕竟他们两个人对上十几个骨苗啊 不能坐以待毙 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 风之术不行 雷术总是可以消灭一些血线鹅的包 这样想着 我长身而起 正准备施术 却被一个人一把拉住 我一看 不是我师父 又是谁呢 他此刻望着我说 臭小子 你就那么不相信师父 想抄道德经了是不是 熟悉的话语 让我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 我开口辩解着 师父 我 我想说 我不是不相信师父 只是五行之术 毕竟是借助天地之力 难度颇大 不能成功 也是意料之中的 却不想话没说完呢 一阵狂风的呼啸之声 从山坡之上滚滚而来 在下一刻 这里就开始狂风四起 呼啸而过的大风 把这些血线鹅立刻吹得东倒西歪 莫说飞行 就连停在空中都困难 原本空气中布满了血线鹅翅膀上的粉尘 在此刻呢 也被大风吹开 随着狂风而来的是滚滚的乌云 这倒不是师父施展术法的结果 而是风吹来了云 云堆堆积造成的结果 风不止 而云却越积越厚 只是瞬间的功夫 斗大的雨点就开始栩栩落下来 接着开始成片的落下 不消片刻 就在这片山坡上形成了茫茫的雨木 就覆盖了这一片山坡 狂风伴随着暴雨 让这些血线鹅必无可避 在狂风中被吹得四散不说 又被斗大的雨点打在翅膀上 一支支匍匐在地 再也不成危险 随着暴雨的落下 连天空中的粉尘 也被洗刷得干干净净 再一次恢复了清零 每一个人都有些疲劳 陈师叔再次发了一碗药丸给我们 大战之际 大战之际 谁敢不保持着最佳的状态啊 我吞下药丸 痛快的哈哈大笑 可有一个人 却比我更加张狂 那就是关喜哥 他狂喜的吼着 哈哈 孤有周瑜借东风 今天江大爷借狂风 都是一样的痛快 一样的英雄了得呀 我磨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对着关喜哥说 借东风的 不是诸葛亮吗 周瑜不是被气死那个 关喜哥鄙视的看了我一眼 他说演绎的那些玩意儿 你也信哪 真正行大巫之术 借东风的是周朗 他可没有被气死 是这样的 我无言以对 有一种三观被颠覆的感觉 这时候 师父走到我面前也说 借东风的呀 确实不是诸葛亮 但是啊 也不见得是那周瑜 当时东风刮起来 是确有歧视的 具体是谁啊 尚无定论 但诸葛却是我道家传人 我道家千古奇书 金传玉寒 那可是诸葛亮 师父话没说完 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 是惠大爷 他说道 我在这误大辛苦打架 你在智大 讲历史 啊 好你个江丽纯啊 借东风管你道家什么事 那明明是行的巫术 师父似乎心情很好 不想和惠大爷争辩 只是哈哈大笑 而我第一次看见惠大爷这幅形象 僧袍半继在腰间露出了他的上半身 虽说看得出来岁月的痕迹 可是那一身的肌肉根本就掩饰不了 原来 惠大爷是个肌肉男呢 我的脸呢 就有些抽搐 更夸张的是 惠大爷的胸口 闻着一个凶神恶煞的罗汉 我对佛家所知不多 也不知道是哪个罗汉 总之啊 闻的是栩栩如生 那怒目圆征的样子 让你看一眼就觉得快被那怒火焚烧 我一下子明白了 蹭蹭的跑到惠大爷跟前 毕恭毕敬的问 惠大爷 你年轻的时候在香港待过吧 哪有啊 你咋问这个呢 没有 惠大爷 你骗我 你年轻的时候啊 绝对去香港混过黑社会 应该是金牌打手吧 我认真地问他 一下子所有人都笑了 包括刚刚回来的灵青奶奶 都微微地笑了一下 而我呢 则被惠大爷一巴掌打在脑袋上头 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狂风 暴雨 一群在风雨中大笑 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死之战大笑的人 这是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的画面 当雨停的时候 阳光从乌云当中倔强地挣脱出来 发出温暖光芒的时候 我们终于来到了山顶 黑盐苗寨的寨子口就在眼前了 在一路上 我们得知惠大爷和灵青奶奶 已经消灭了那十几个古苗 只不过下杀手的是灵青奶奶 惠大爷 虽然是一个不太守规矩的大和尚 可有些规矩 他却是半分不会逾越的 那十几个古苗只是小喽啰 惠大爷和灵青奶奶联手 对付之下当然是没什么问题 但问题是 我们后来才知道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操控血腺鹅群的人 只是带着一种特殊的药物 防止狂躁的血腺鹅飞进寨子 操控血腺鹅群的人 早就已经退回了寨子 这样看来的话 当时如果风之术没有施展成功的话 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的 站在寨子口 望着这安静到诡异的寨子 我们谁都没有先迈一步 踏入这个寨子 我曾经来过这里 那个时候迎接我的人 可算是声势浩大 进了寨子之后 虽然人比不上月宴苗寨那么多 却也是处处有人烟 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哪像现在啊 房屋犹在 却是人去楼空 整个寨子一眼看去 就像一个死城 仿佛黑炎的历史走到这里 就戛然而止 看着这个景象 每个人心中都不免生腾起了一股凄凉之感 但是 这又如何呢 每个人都知道 这只是表面 这座空寨到底 隐藏了多少危险 没有一个人心中有底 毕竟相关部门曾经放言 对这里是进行了水路空三线封锁 黑炎苗寨的人跑不出去 那也只能被困在这里 他们不可能坐以待毙的留一座空寨 束手就擒地等着我们的 江大爷 我们进去吧 关喜哥是一个耐不住的人 在他看来迟早一站 也就不要再耽误时间了 师父看了看表 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十七分 而我们完成任务的时限 最多不超过凌晨三点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师父点了点头 背着双手 第一个迈开步子 朝着寨子走去 他的语气 有些萧索 对着众人说了一句 进去吧 那感觉到不像是一场大战 反而是进到一个让人无奈的地方 我赶紧地跟在了师父的身后 也一起走进了黑炎苗寨 我原以为一进寨子 肯定就会有什么变故 却不想这里安静得很 没有发生任何变故 那些族人留下的积压等家畜都还在呢 偶尔会有一声鸡叫 偶尔也会有狗儿叫一声 双眼湿漉漉的 仿佛在询问离去的主人 去了哪里 师父背着双手 带着我们在寨子里头走了一圈 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可也没看见任何人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疑惑 这黑炎苗寨玩的是哪一出啊 就算是躲起来也分明是躲不过呀 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 如今唯有一战才能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的呀 而在场的人谁都知道 这寨子只是表面的 真正的玄机是藏在地下的 师父看了一眼四周就说 走吧 去那里 我们直接下去吧 他们呢 是不肯在地上跟我们一站的 我想起了高宁 曾经带我进过的洞口 莫非是从那里下去 那么多人去爬那个洞 应该不会吧 很快 师父就用行动给了我答案 显然不是 他带着我们走向的是另一条路 师父边走边说 这入口啊 在外人中 恐怕也只有我一个人知晓 为了保密 我连相关部门都没有汇报过 特别是当这个寨子和那个组织牵扯上关系以后 师父一边走一边解释着 我说我当时给李师叔汇报地下的一切的时候 他会那么惊奇呢 原来师父一直都是知情 却按兵不动呢 直到行动开始 师父才把所知的汇报给了相关部门吧 这样想着 我们已经走到了一块类似于空地的地方 忽然 一个人影出现在了空地的另外一方 躲在屋子背后 只是一闪而过 他二话不说 朝着我们这边就开了一下 但打在我们脚边 倒也没有真的伤了谁 可这是怎么回事呢 师父不是说过 这样层次的战斗 因为特殊的束编 因为特殊的束编 已经不涉及到现代的力量了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气氛有些沉默 没有人说话 师父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脚下 他微微的皱眉 似乎在思考什么 而关喜哥这个脾气火爆的家伙 却冲了出来 从怀里头掏出一把枪就吼着 不讲规矩的家伙 以为老子不会用枪吗 那人影 此时只是深深的朝我们这边望了一眼 转身就走 对于关喜哥的动作几乎是无视的 而师父呢 却一把抓住了关喜哥的手腕子 摇头表示关喜哥不要冲动 关喜哥骂骂咧咧的收了枪 倒也没有执扭 而我呢 从始至终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很想看清楚那个人 却怎么也看不清楚 他戴着口罩 帽颜拉得很低 身上穿着一件很大的衣服 显得很臃肿 个子貌似有些高 但也不知道 有没有在脚下头搞假 部门的特工 都有一套易容的功夫 这些只是浅显的知识 所以呢 隔着很远 看见的一切 根本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我很想弄清楚他是谁 于是我就问师父 为什么不追上去啊 师父沉默片刻才指着地上说 等我通过这片空地 他可以从容地走掉十次八次的了 这片空地是个地形比较特殊的地方 左边是悬崖 左边是悬崖 而右边是人工堆砌的大石墙 根本就是绕不过去的地方 因为墙后头 同样也是悬崖 我们的目的地 在空地之后 所以呢 我们必须通过这片空地 师父这样说 是什么意思呢 我疑惑地皱着眉 随着师父所指的地方看去 就发现地上有浅浅的血迹 像是匆匆掩盖过 但终究留下的痕迹 这是什么呢 由于年龄的关系 我见识浅薄 不懂地上的血迹代表了什么 师父没有说话 这时候 从人群当中走出一位 头发几乎全白的老头 他望着地上的血迹 然后对师父说 是那个巫术啊 老江啊 这不好办啊 师父这个时候 才抬起头说道 来人呢 就是为了提醒 我们这个陷阱 让我们不要轻易地闯入 在没准备的情况下 就是你我进入这里 一不小心 也会有性命之忧 这是他们为了拖延时间弄的 嗯 不好办 也要闯过去啊 哎 也罢 这次为了抢时间 部门是精锐进出 这个巫术镇也不是不可闯 老江啊 老江啊 这么的吧 就由你给大家说一下 安排一下吧 说完 那个白发老者呢 就退到了人群当中 不在言语 很低调的样子 不过听闻他的话 我倒是小小的震惊了一下 这次行动是部门精英尽出 这真让我想不到 就如那个白发老者 一路上不言不语 师父在言谈间 竟然把他提到了和自己一般的高度 简直不可想象 这让我不禁的 忘了一眼身后的人 很多人不是道士 也不是和尚 看起来普普通通 平平静静的站在人群当中 他们 又是什么人呢 这个部门属于绝密部门 就算你身处这个部门 也不可能知道部门供职人的详细资料 说不定在其中工作一生 所识的也只是寥寥的 几个自己的战友 而部门的任务也绝不互通 各司其职 一个任务 除了任务的执行人和少数的几个人 你别想整个部门都会知道 这是一个密中直密的部门 师父倒是少有的几个权限较高的人 这就是我对这个部门的浅显了解 就当我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师父说话了 这里啊 经过了大型巫术中的血迹之法 很快 师父就把这里浅显的讲解了一遍 我也很快理解了 原来偏向黑暗像的巫术 威力越大 就越是需要献祭 师父通过特殊的方法辨认 这里竟然被献祭了英灵之血 什么是英灵之血呢 就是肚子里已经成熟的孩子 等到临产的那天 在羊水破了以后 婴儿已经准备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被人隔着母腹 用长针活活扎死在母亲腹中 一共要扎很多针 扎死之后 才生生的抛开母亲的腹部 取出这个婴儿 然后 这个婴儿的血 就叫婴灵之血 那是世界上怨气最重的血之一 先不说 再最有希望 只差一点点就被断绝了生机的怨气 就说那活活很多针的折磨 已经是异常的恐怖 常常被取出的英灵 无不是圆睁着双眼 呲牙咧嘴 就算是胆子最大的人 看一眼就会终生留下阴影 这种血 轻易不会拿出来献祭 就连最狠毒的巫师 都不会轻易动用 这个巫术 就算不被反噬 在施术的时候 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种巫术 恶毒狠辣 可以说 和真正的养小鬼之术一样 是齐鸣世界的 你天之术 而用这种血召唤出来的东西 往往不收获足够的鲜血 是不会滚回地狱的 师父沉重的讲解 无疑让每个人心头 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有个穿着很普通的人 问我师父 那到底召唤的是什么 我也很好奇 召唤的是什么呢 师父说 召唤的是什么 很难百分之百肯定 但既然用上的是英灵之血 也不是全无线索 这血召唤的 很有可能是怨母 英灵之血 越是怨气冲天 怨母之魂 也就越是凶利可怕 这种鬼魂 基本上已经超脱了 鬼魂的限制 连一半的小神 小仙都要退避三舍 说到这里 师父叹息了一声 永远呢 也不要小看 活生生的失去孩子的 母亲的怨气 这个时候 那个白发老人 也出来说了一句 一般呢 这种巫术 会母婴同死 杀死婴儿后 再杀死母亲 一对怨气冲天的母子 再难化解 只有足够多的鲜血 才能平息他们的怨气 让他们魂飞魄散 除此之外 那个出来发问的人 脸色已经有些苍白 除此之外 要怎样啊 师父长叹了一声 高僧可渡怨灵 这是少数不可渡化的 厉害的家伙 除此之外 只能火生生的灭掉他 这次的布置 真的可以称之为陷阱 因为这里本该怨气冲天 有道家高人做法 遮盖了这一切 因为这些细小的功夫 无师是不可能做到的 若不是那个人提醒 我们呢 差点就着了道了 毫无准备的冲进这里 师父说到这里 就闭口不言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后果能想象到 没有必要危言耸听 该讲解的 师父已经讲解 接下来 师父就开始分配一些事情 准备一些法器 告诉大家要怎么做了 对付怨母这种东西 根本不可能群起而攻之 太多人冲进去 只是送菜的份 反而会成为拖累 因为怨母太过厉害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她的诅咒缠身 瞬间就会死亡 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师父点名了三个道家之人 点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师父犹豫了一下 点到了我的名字 我这个人怕虫子 却独独不怕鬼之类的东西 倒是没有多大的感觉 师父 师父仿佛有些欠疚 又有些不好意思 自己的私心 他对我说着 诚医啊 师父 不可能保护你一辈子 让你缩在后面 你也算是有小成的人了 总是要冲锋陷阵几次的 我就说 放心吧 师父 我会照顾好自己 你见过26岁的孩子吗 师父 微微的一笑 倒是放宽了心 不再说什么 其实啊 我内心倒是很感动 师父这人 其实是非常公道的一个人 要说他的私心 真的是很轻微的 唯一能明显的表现出来 就是在我的身上了 这种呵护 我很珍惜 也贪心到一辈子不想放手 选定了道家之人 师父又选定了佛家之人 出奇意料的 师父并没有选定会大爷 反倒是点名了 另外一个大和尚 这个大和尚 三十来岁的样子 有个很俗气的法名 绝远 但是脉象却比会大爷 那个猥琐老头 要好一百倍 眉清目秀 唇红齿白 僧袍加身的样子 恭敬而庄重 神态间 无一不流露出 一股慈悲的味道 会大爷不满的哼哼 他说了一句 哼哼 杨老头 你是和我过不去是吗 不选我 倒是选了他 看中人家是名气大的高僧吗 也不知道比我徒弟如何 在华夏土地上 很多得到高僧的年纪往往不大 甚至年纪小小 这跟转世投胎有一定的关系 会大爷说这个大和尚名气大 那一定也是年轻高僧中的一个 面对会大爷的不满 师父没有争辩什么 难得会大爷也很快住了嘴 最后 师父才朝那群看似普通的人群当中走去 这群人呢 不属于道僧 也不属于乌骨 是很特别的一群人 直到师父开口问他们一些话 他们的身份才让我大吃一惊 原来这些看似普通的人 竟是传说中特异功能的人 我一听就吓了一跳 原本我进入这个部门的时候 就曾听说这个世界上确实有特异功能一说 但真正得到一定应用的是很少的 我没想到我们这次行动来了足足七个 而他们所谓的特异功能都很统一 那就是念力 这是一种最常见 也是在人们中间流传最广的特异功能 在我看来 这个特异功能 它有着强大的现实基础 那就是精神力特别的突出 这是值得道家人羡慕的一点 因为精神力 在道家的术法中有着太大的作用了 但是精神力天赋高 并不意味着修习道数的天分高 毕竟道数另外一个重要的要求 是要灵绝强大 简单的说 就是沟通天地万物的能力突出 但这一次 部门中特意派了七个身具念力的人 不是无地放食 但是我深深的怀疑 绝对是师父要求的 师父对他们的提问很是奇怪 每一个人师父都问的是一个问题 你如果全力出手 不动用念力就是对一个人进行精神上的压迫 能把这个人压迫到什么程度 这个问题 普通人可是回答不了 但这些人还真能给师父一个确切的答案 就比如把人逼疯 让人短时间内大脑完全空白之类的 反正不是我理解的范围 其中一个看似非常幼稚 脸上还写着我是学生的小姑娘 回答最为惊人 她的回答是 我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完全的控制那个人 时间的长短在二十分钟和三十五分钟之间 面对这些人的回答 师父思量了一番 然后点头说着 那也可以做到我要求的事了 师父刚说完 那个学生小姑娘就问 这个巫术是一个人布置的 还是很多人布置的 为什么要我们那么多人去破 师父微微的一笑 看来这个小姑娘还颇为争强好胜 但这也是与众不同人的通病 她回答着 因为我们计较良心上的代价 有原则的底线 面对疯狂是比较吃力 况且在两人功力差不多的情况下 破数远比师数难 就如进攻 永远比防守更消耗力量 小姑娘似懂非懂 但此时啊 可不是和她讲道理的时候 师父在选定人员以后 就告诉了所有人 我们要做什么 在这里 古术是帮不上忙的 而这种已经是偏向顶级巫术的黑巫术 已经不是普通巫术能破得了的 除非有同样的顶级的白巫术可以化解 但讽刺的是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白巫术的发展 永远都不能和黑巫术相比 一番布置 花费了十来分钟 最后师父拿出了法器 那是一柄 完全由铜钱组成的剑 对于鬼物的杀伤力 由甚陶木剑 毕竟 一根陶木所含的阳气 是远远比不过很多枚的铜钱的 而师父这把剑上的铜钱 可不是普通的铜钱 他们从文物价值上来说 并不珍贵 但是啊 却是真正的万人钱 也就是说 一枚铜钱至少经过了万人之手 沾染的阳气之盛 用来对付鬼物 已经可以说得上是 有伤天和了 另外两个道士准备的法器 也是治阳之物 总之 面对怨母的怨气 和英灵之血那种污秽阴邪到极点的血 只能用大洋来压阵了 我什么都没准备 我什么都没准备 只是扯开衣领 露出了胡爪 杀气破万气 能跟百年胡爪比杀气的东西可不多 管你阴气怨气 在杀气面前 都是要退避的 而那鬼物的怨气也休想影响我 因为 我已经含了一颗沉香珠子在嘴里头 那可是我师祖的爱物 是去邪避讳 保持灵台清明的 那可是再好不过的 我不知道胡爪里的虎魂 怎能唤醒 如果 我能唤醒她的话 怕是怨母也能抵挡一阵子吧 毕竟那个家伙 还能和老村长纠缠来着 除了这两件东西 我还有一枚礼师书送的铜钱 但那个和师父上次离开 留给我的法器差不多 和这两件比起来 就算不了什么了 毕竟师祖出品 必属精品 这样一来呢 我身上的好东西还不少 至少是大于一的 当所有人都准备好之后 师父 对我点了点头 示意我可以进入大阵 毕竟我是童子命的灵体 说白了 就是最容易 勾引鬼物的那种人 也是最容易 感受鬼物的那种人 由我来引出怨母 是最合适不过的 毕竟 到了一定层次的鬼物 已经是有了天生的战斗本能的 一般人进去 说不定他会按兵不动 偏偏要等大部队进去 然后偷袭什么的 那样的话 我们的行动就会陷入被动 有我这种活靶子在 能让师父他们进入这个陷阱的瞬间 就能锁定鬼母 也能争取一定的施法的时间 师父这样的安排 师父这样的安排是极其合理的 虽然对我这个徒弟忒狠了点 但是啊 换一个说法 如果不是我从小就佩戴着胡爪 我很可能就是个每天见鬼 过得不太愉快的人 我捏着胡爪上的符 深吸一口气 然后踏进了这个充满了残忍 才布置的无数的陷阱 此时 我的胡爪已经被一张特殊的符给粘住 这张符可以短暂的封闭一切气场 包括我那胡爪的煞气和灵气 这张符的等级可是不低的 直接就是一张紫色的符 说起来 我跨入大阵的心情是轻松的 我曾经说过 我怕虫子 却不怕那些鬼邪鬼物 而实际上呢 这几步 也确实走得很轻松 第一步风平浪静 倒是在我身后响起了一片吐气声 那时 人们看见怨母没出来 下意识地放松的声音 包括我的师父 第二步 依旧是风轻云淡 周围除了偶尔的鸡鸣声 连风都没有意思 我回头是一枚事 却看见人们神色一变 我师父几乎是脱口说着 不要开天眼 那是严重的挑衅 他反而成了最绷 他反而成了最绷不住的一个 尽管这句话 他在行动前已经跟我说了好多次 面对没有把握的鬼物的时候 尽量不要开天眼 鬼物本能的 怕被人察觉 开天眼是一种严重的挑衅 会让你压伏不住的鬼物 特别是凶鬼厉鬼 对你不死不休 而师父在这种时候 又是忍不住提起来 可见他有多么的紧张 我摇了摇头 用眼神示意师父没有事情 这个时候我不能说话 说话会泄了一口集中的气息 分散了精气神 会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不足 也同时弱了气场 师父示意我继续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就不要回头提醒了 我点点头 然后继续朝前走去 一步 两步 三步 一直走了很多步 都快走出这片空地了 都没有任何的情况发生 我不紧张 可是这样的情况 却让我障儿和尚 摸不着头脑 难道 师父的福没有用 没有封住胡爪的气息 或者是 那个什么怨母太聪明 还在按兵不动 我不明就里 可是师父 没有新的指示之前 我只能继续在这片空地上转悠 如果一直都没什么事的话 师父就要重新考虑一下 整件事情了 毕竟 我这种特殊的命格 对于邪恶阴魂来说 就如饥饿的人眼中的蛋糕 根本没理由不出现 除非根本不是鬼物 而是妖物 就这样 我一直快走到了空地的尽头 在那里有一棵大树 过了那棵大树 也就算走出了空地了 我继续朝前走着 望着那棵大树 一直不怎么紧张 平静的心里 随着自己的脚步 却忽然变得不安起来 我不知道我在不安什么 只要师父没说什么 我就可以无视自己的不安 因为我是如此的信任师父 渐渐的 我离那棵大树越来越近了 当还有三五步的距离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 像被什么东西捏住了一样 一下子紧缩起来 连气都喘不过来 我终于撑不住 转头想对师父说一句不对劲 但是与此同时 我眼角的余光忽然 瞟见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一下子就变了脸色 而师父大喊的声音 也传到我的耳朵 诚意快退 我们上当了 快啊